一整袋的錢幣都有燒焦的痕跡 這是羅米爾從火場的廢墟裡挖出來 現在一家人就住在棚子裡 因為疫情 三輪車已經很久沒上路 儘管如此 他們還是捐出家中謹慎的零錢 三個月以來慈濟定期發放大米 讓貧困的人有依靠 單親爸爸路易斯和兩歲的女兒 在鐵道旁相依為命 平常賴以為生的手推車 同樣閒置一段時間了 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他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他們在家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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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能夠有米飯吃 每一次的發放 大家都是帶著竹筒回來 他們再窮也要聽天省一點 這份回報的心意 無限大 大家新聞裡家 美羅維娜 菲律賓報導